Hello 大家好 我是Adrien 難得今天.com我就請了這兩位晚輝 也就是Ivan 還有Jaden 我們來做一個Challenge 也就是說 在最短的時間把那個車的部分 Describe 出來 OK 首先我們就要選這個LuckyDraw 來 兩位 前輩先 你才前輩 你全家的前輩 OK 來 我都沒有得選了 讓你拿了 哎呦 車尾 車頭 OK 現在我們就來選這個時間 來 前輩 我沒有看啊 我沒有看啊 我真的沒有看啊 15秒 45秒 加油啦 各位兄弟 Alright OK Jaden 你準備好你的45秒了沒有 我只需要30秒 哇 牛逼 開始 So 車頭方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中環是很有衝擊效果 然後這個LED頭燈組 三顆LED組成 再加一個分離式DRL 非常好看 Bumper跟這個Bornet的線條 我覺得是很有肌肉感 再加上很Sporty So 這個車頭架出來啊 我覺得同級它最帥 你們覺得 Stop OK 16秒 30秒都不用 一般 我佩服佩服 Ivan 準備好你的15秒介紹了沒有 沒有啦 沒有準備好 隨便咯 這樣子管你 開始罷了 3 2 1 Start 獨特的唯一內建第三剎車身 全新KEA LOGO還有SORENTONE的字樣 下面採用隱藏式的排氣圍管 另外你可以看到兩個獨立式的S&T LED尾燈組 看起來簡約又不失時尚 哇 不錯不錯 11秒啊 沒有騙人啊 沒有準備啦 Lonan來吧我的 真的是佩服 你就是前輩啊 沒有 我是晚輩 你是晚輩這樣我是什麼 我是後輩啊 還沒有出事的輩 Round 2 我們來抽一下空間表現 來 一樣啦 你要哪一個 隨便抽啊 OK 好 現在我們抽看時間啊 第二排 我第三排 死了 我這個肥仔 結果我做第三排就難了 又45秒 30秒 Ivan 準備好你15秒的表演了沒有 還沒有哦 你跟我現在準備好 我數3 2 1 OK OK 3 2 1 開始 這個就是KEA SORENTONE的 第二排空間表現 可以看到兩張PILOT SET 獨立的冷氣出風口 還有自杯架 這邊還有老板件 可以給你最好的空間表現 坐上去是不是很爽 哇 真的是前輩哦 一次比一次快 這次只需要9.7秒 這麼酸 多練習幾次 你也可以的 哇 我真的是要哭在你身邊了 OK Brother 30秒講後面OK嗎 不OK 不OK 我管你OK不OK 現在馬上給我開始 3 2 1 GO 來到第三排 做KEA SORENTONE 其實有給我一點surprise 首先頭部空間不錯 腿部空間我也覺得蠻可以 兩個死飛台 左邊摸滿台 有的Justin有的放杯架 而且還有Aircon 風很大啊 只是覺得我有個缺點啊 這個椅子是好做 只是支撐性 你可以看到不是很好 OK 16秒 講話快就是不一樣 真的是Jayden 付賞 OK Round 3 Engine Bacon內飾 請兩位大佬選一下 給他選先給他選先 給他選先 OK到你了 Ivan 來修一下 內裝 Engine OK現在選時間 來他先 來他先 他抽到15秒 我一定笑到他夠力夠力了 到你 45秒 差一點了 我也是45秒 OK Good 看你們兩個表演了 Yeah boy Let's go Ivan 45秒講內飾 對你來說不是概率眼睛罢了 沒有啦 這個內飾這樣多東西 我怕不夠時間講 不可能 現在我們45秒開始 3 2 1 GO 好 這個就是Kiaz Renitor 的內裝 你可以看到 長方內的獨立式出屏足跡 支援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還有高清的數位化儀表 前面還有抬頭顯示器 接下來這個面板 按鍵有實體跟非實體 觸控式面板 看起來很高科技 這邊有置物格 無線手機充電器座 三個USB 自背架 中央扶手 還有駕駛模式 切換鍵 電子手刹車 360度鏡頭的按鍵 整個座椅的姿勢都很舒服 大家覺得怎麼樣 哇 24秒耶 真的是朗朗上口啊 還好啦 你真的這麼謙虛 因為我少講了一點東西 因為這輛車還有Boss音響等等等等 我還沒有講到 如果講下去的話 應該就30秒了 啊 等一下我們吃個晚餐呢 交流交流一下好不好 可以沒有問題 你買單呢 沒有問題小事情 OK Jandon 準備好你最後45秒了沒有 準備好啊 我慢慢跟你吹 45秒講完了OK 去完了去 OK 3 2 1 GO 各位 engine方面呢 都是有兩個 engine可以選擇 首先這一輛呢 是2.5的 Smart Stream Engine 自然進行引擎 再配六速的自排便室箱 這一輛是4WD全輯系統 馬力177HP扭力 232Nm 架起來怎樣 等下我們再試駕啦 另外它還有個 engine 我蠻喜歡的 是2.2的Diesel Turbo 也就是採用渦輪加引擎 配八速的自排便室箱 有2W有4W給你去選啊 我是喜歡2W多一點啊 這樣它馬力是更高的 199HP扭力 440Nm 我喜歡的原因是什麼 我之前駕 Kia Carnival 就用這個Diesel Turbo Engine 我從KL去GEDA 那GEDA回來KL 還有剩油啊 一桶油還有剩 很夠力剩油 剩到沒有朋友 重點是動力很強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 befer這個Diesel Turbo 不過為什麼 Smart Stream Engine會這樣低 其實是會有低重型啊 so yeah 嗯不錯不錯 雖然超過1秒 我覺得perfect啦 我是要講到更加完美一點 那些條TIT咧 45秒規定來的 不可以over的OK 我剛才省了這樣多秒 就是拿來加在這種地方的 那種Smart 你沒有跟我講 下次早點跟我講 沒有沒有 你這種裁判不及格 你回去跟Ivan去吃飯 走 最後我覺得今天的Challenge 是圓滿成功了 因為他們兩個不只會玩 也超會講的OK 所以屏幕前的朋友們 你們覺得怎樣 可以留言讓我知道OK 然後我現在想要請他們 兩位給一給評價這輛車 他們是怎麼樣看這輛車的OK Ivan 你先 Ivan 先 我先講 這輛車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因為坐進去 你會感覺到它的重型 是非常的低的 然後它不像你那種 傳統的SUV比較高啊 重型高 然後你開起來這輛車搖晃晃 那個乘坐感受真的很不好 這輛車開起來 就比較沒有那麼像SUV 但是其實它又是高的 所以你有高視野 然後你又有一個低重型 這個駕駛的器還是有的 然後這個2.5公升的 自然進行引擎 你不要看它只有177HP啦 雖然講馬力是這樣 但是開起來整體很流暢很線性 如果你只是一般開車的話 它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它的缺點主要是在 如果你高速公路超車的時候 它那個動力儲備一下子上不來 會有點反應遲鈍 所以我個人覺得 買Sorrento可能要買2.2D 會比較好一點啊 我的看法 因為其實那天我拿這輛車 也拿了整五天 然後我下馬六甲 我親戚結婚 所以載我家人 載我堂姐的朋友 他們給我的comment很簡單 這兩車覺得很舒服 而且第二排座椅是一定舒服過第一排 因為後面第二排是pilot seat 當然這一個suspension我要稱讚一下 它做到非常兼顧性啊 所以你可以兼顧到confort 也可以兼顧到一定的操控表現 還有高速穩定性 而且它的動力確實是像Ivan講的 有時候你會感覺到 有點underpower不夠力 其實如果你載著你家人 你也不可能去到太快 去到太準 所以我覺得各車那些 只要你換去sport mode 完全沒有問題 我很喜歡這一輛車 空間 顏值 配備 我覺得價位其實很多 會講235千不值得 其實它的定位已經是比較高一點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值得的 你們怎樣看 留言給我知道 播找我們車沒有discount啊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期影片的內容 大家對這個Sorrento有什麼看法的話 影片的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啦 好啦 我是Ivan 我是Jaden 我是Arian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請看